《水浒传》第106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觅墨破奸城 如何打一下山南军 这是一个课题 王庆在山南这个战略要地 布下了重兵 领军之人乃是平东大元帅 段二 这位段二元帅论关系是够和王庆亲的 可是也仅此而已 段二在军事上是一无是处 毫无谋略 所以王庆又给他配上了一个仗前参军 左谋 而且在山南军的龙中这个地方 还特意增设了两万人助手 将领分别是贺吉 弥胜 郭干 和陈军 宋江想打下山南城 就要先破了这两万人 此时的宋江前队已经下斋 两军相对 旗鼓相望 雷鼓呐喊过后 贼将弥胜出阵 宋军这边是索超迎敌 枪斗五十余个回合 不见胜负 秦明这时候杀到阵上 贼将陈云来敌 随后何必想想杀出三人 却被弥胜连斩两个 雄鹰和张青分别使出飞食 都被弥胜给躲掉 虽说最后还是打败了这两万人马 但毕竟宋江这里是自打辽国开始 第一次由将领 战场丧命 看来打王庆 是比打铁虎更加凶险 却说这弥胜 他收拢败军来到山南城州 段二一看 弥胜 你说的这么坦 是个废物吧 杀了得了 左谋赶紧阻止 袁帅 这迷胜是原猛将 杀了他 咱们还打什么呀 左谋不仅拦住了段二杀人 并且还给段二出了一个 看起来非常靠谱的计谋 袁帅 宋江的粮草资重都囤积在晚州 我听闻晚州兵马不多 袁帅 刻意写信往军州 拱州两州守城江左处 约定时日 共同出兵晚州 咱们这边就由弥将军统领 宋江等听闻晚州有事 一定会退军救援晚州 我们再趁其退走 出精兵两路夹击 宋江可勤也 要说这计策 环环相扣也是够精密的 不过左谋少算了一点 守在晚州的 可是陈冠了 宋江怎会让这位朝廷 大员有危险 当然不会呀 晚州有大将花蓉 临冲作战 更有旅方郭盛 带强兵护卫 还有圣守书生 萧让来参谋 这样的阵容 怎可能被左谋算计到 当晚州城外 三面大军来到 城管不慌不忙 先派出花蓉 临冲 抵住迷胜 再派出旅方郭盛 出城迎敌 至于说最后 拱州这一路呢 萧让难得的显示了一下 他的智谋 可能是书生 都有一些浪漫情怀 萧让竟然施展了空城计 他打开城门 让城管等人 站在城楼上 高声谈笑 等到拱州的贼丁来到 望见城门打开 三个官员 一个秀才 于城楼上花团紧簇 大吹大雷的吃酒 四面的城园上 西翻眼儿也不见一个 拱州贼将 惊疑不定 正不知道怎么办 就听城楼上一声炮响 刹那间竖起好多惊奇 城内更是冲出了兵马 贼将早就吓破了打 当下也不看兵马 到底多少 掉头就跑 其实啊 这个时候 宛州城内只有五千兵马 而贼兵是三万 五千破三万 大胜一场 其他两方面 自不必说 也都是胜利 只不过 走了迷胜 宛州的成败 直接影响到了 宋江打山南 所以说宋江更要抓紧时间拿下此地了 至于说山南这个地方啊 最大的特点就是水路纵横 也是时候放出我们的水军了 于是宋江叫来李俊等人 还有部军头领鲁智深 密寿计策 李俊等人领命而去 却说山南城内 段二一直紧密监视着宋江动向 这一日 他看到宋江慌乱地向北退去 以为宋江回救宛州 便要立刻出兵追击 这个时候 段二又往西瞧了瞧 发现宋江还有数百只粮船 往北城去 哼 有粮不结 我还是混蛋出身吗 结呀 段二急着手下水军五百船只 出城结粮 宋军水兵见低船来袭 纷纷跳水逃走 贼军得胜 拖着粮船 回了城 要说宋江的粮 也是你段二号接的 怕是你要劫出自己的小命啊 只见那粮船刚刚入城 船下就钻出了李俊 阮氏兄弟 张恒张顺等水军头领 至于说船板内 则跳出了陆志胜 武松李葵这样的陆站坦克 两下一通好杀 山南城内顿时沸腾起来 左谋在乱军之中被砍杀 至于那段二元帅 则被生擒活捉 破城 拿贼 一气合成 宋将军再立新宫 不过 局势却是越发的不乐观起来 因为西京的贼寇 已经开始骚扰东京开封府周围 东京城里的大官都吓得要命啊 只让宋将赶紧来救火 可是 此时大军回转 亦不可能 只能是两线作战了 卢俊逸站了出来 他自告奋勇 前去西京 并且要搭配神机军事助武 还有杨志 徐宁 索超等人 再加上河北填虎处的一众响将 只望西京而去 分兵出击 算是解了 后顾之忧 那接下来就该继续进攻了 那下一步 宋将的冰封将指向何处呢 咱们下回分解 耶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